我都想现在末法时代 你看各个地方的佛教 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很兴盛的 说实在的 我们汉地很多道场不是说全博 有很多道场成了一种商业性和一些旅游性的道场 看了以后都是找不到一个古老的 正知的原始佛教的思想 这里思想也找不到 传播的理念也是没有的 而很多人拜佛也是为了平安 孩子考上大学 生意做成功 发财 除了这个以外 真正精神上的东西 你到了寺院里面的人 他也没有希求 即使希求 好多真正讲经说法的人也很少 然后在藏地的确是很多寺院的 有些老的修行人纷纷地圆寂 然后年轻的一些出家人也有还寿 各种不好的行为也出现的 好多小的一些僧人 国家有时候也控制 要求孩子们都要上国家的 义务教育的学校 这样以后 基本上好多寺院现在有一种断缺 断缺僧人的那种危险性 老的已经圆寂了 晓得暂时各种因缘不能成熟 中等的这些人 我们外面的网络 电视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外缘 藏地虽然各个地方都有很好的一些寺院 但是这个寺院并不是外在的一个非常辉煌的建筑 这不一定叫寺院 如果叫寺院 那就比较简单 但真正寺院的精髓所在就是佛教的思想 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有时候在想 依靠法王如意宝的价值 像我们暂时来看 我们这个佛学院包括出家人 都是有这么几千个人一直集聚在这里 这是在别的地方比较难找的 这个应该是有很多高僧大德们的发愿也有 还有同时我们在这里经常念 《度母法门》 念《护法神》 念很多的 包括我自己也在想 为什么很多人开法会的时候 也是这么多人很顺利的 很放松的大家一起 在别的地方可能十个人 七个人 八个人 开一个小小的法会的话 中间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违缘 但这个缘起应该是 由一些人的善巧方便不离开的 如果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人不善巧 不方便 对政治 对经济 对很多方面挂钩的话 可能不一定会长期生存的 同时我们人以外的一些本尊和护法神 还有一些度母 观音 很多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威力 包括莲花僧大师末法时代时候的一些 非常强有力的 大悲的口罩等等 这些因缘具足的时候 我们在末法时代 如今这个时代当中 也是有弘扬佛法和大家共同学习佛法的能力 所以大家把这样的 哪怕是开一次法会 听一堂课 这些不要看着是世间的一种聚会 一定要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 可以说白日当中的一顿饭一样的 有一种珍惜之感 这一点很重要 否则一旦我们自己个人身上也失去了这个机会 或者我们中集体的学院以后长期有什么 很难说的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 纳兰多士是那么大的寺院 当时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一个佛教大学之一 但现在可以说是除了一个意志以外 什么都没有 已经成了这样的 那么我们这个学院会不会长期间 我有时候我们现在正在修喇玛经堂 喇玛经堂现在的设计院设计得特别坚固 光是地下大概有一米高的昏灵土 一般飞机跑道的话一米六左右 有时候我想一旦我们学院没有的时候 这个水里地基肯定是很坚固的 我经常有时候一边观无常 一边说现在正在大基础 我不能像这样不好的 但是有生必有灭 所以我们四边的无常观下都会修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那么坚固的话 那一旦佛学院没有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还存在怎么样 然后我院子里面有一棵树 这个树好像一年比一年高 一年都是接近一尺左右长 然后我说我死了的时候 这棵树会不会在呢 我有时候也经常看着这棵树就像无常 所以我们个人的角度也好 包括我们学院的很多事情确实是无常的 但是大家在这样开发会 共同发愿 共同学习的时候 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很平常的聚会 平常的大家开会 一起去逛逛商店 这样我们就没有懂得真正佛教的价值 前辈大德们去一次印度是什么 中间那么艰难 但是他到那里的时候就是有佛法 我想我们这里有些居士来藏地的时候 很辛苦 很艰难 但是也值得 为了佛教也是值得的 现在世间的人们基本上是为了一种思想 简单的一种思想都是也要花很多钱 然后到那里去经常苦行也有这种现象 那这样的话我想是为了大乘佛法 哪怕是一次佛教思想的得手也是大家共同努力 从总的来讲以后为个人也好 为整个佛法的一些利益我们经常祈祷 经常发愿 然后自己也要勇敢这个轮回当中都需要 前一年我们讲英明的时候 这个瓶子有很多因缘它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我们弘扬佛法也需要人的力量 非人的力量 菩萨的力量还有护法人 很多的力量佛法的妙瓶可以存留于世间 如果有了它那么人们必定会得到暂时和究竟的利益